俗话说得好 是异性相习 同性相排 当一个厂子里面 只有一条美女的时候 工帐王会显得 比较的热情和热烈 土贼这家伙 对青海市 面面不万 依依不舍的 这家伙现在和青海市 打情骂俏 两人严然形成了 一对好的 男女朋友关系 只是他们这种关系 正在建立当中 土贼这家伙特别会撩妹 你看青海不停地 用嘴巴在帮 土贼啃咬着 身体的每一个角度 而土贼这家伙会迎合 母战狼 青海做出一些不雅的动作 和一些 非常呆懵可爱的角度 看这两家伙 这两家伙就是真正的两个 男女朋友 确定了这个情侣关系 今年用他们两个搭配 我相信出来的宰子 可能要更加的优秀和漂亮 你看这家伙 这家伙会讨这个青海的欢心 就说明他撩妹这个技术 还是非常不错的 看这家伙开始清嘴了 但现在清嘴没用 现在你清了没用 要等到他这个青海发情的时候 看这家伙特别聪明 他对这个青海就做出了各种不雅的一个动作 青海也还是比较喜欢他的 爱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这样的心情当中 逐渐慢慢慢慢的产生了 好嘞 两家伙 谈情说爱已经好久了 现在你们两个只是肢体的接受 但真正你们两个好上的时候 进入肚子房的时候 我会给你带上真诚的祝福 这家伙 这两家伙 这两家伙今年搭配 我相信这个搭配是正确的 正确的 青海不能和小狼搭配 只能和土贼搭配 用土贼搭配出来的效果 我相信会更加的强化 更加的优秀 尾巴上的毛都没有了 都被这个小胀扯断了 因为换毛这个间断 小胀会用这个嘴巴去扯他的毛 所以尾巴上的毛被小胀扯断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液 他这个尾巴上的毛会慢慢慢慢的又长出来 毛开始换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估计今年的话 他们这个青海发情的话呢 就在八月中下行吧 那么这个时间段也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段 头年发的迟一点 那么第二年他会发的早一点 好了别闹了 你看他们两个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男狗喜欢你狗 你狗还是喜欢男狗的 这叫什么呢 这叫男有情 却有义 天生的一对 是不是应该唱一首天仙佩啦